何昌银和何昌莲同是赌王的女儿 她们年龄相仿 一个是四房长女 一个是三房次女 但由于赌王家三房和四房缩来不合 所以两家女儿出价时的牌面 就会被拿来各种比较 何昌银2019年和那种星期农订婚 四代给作了牌面 家长摆满了一整个屋子 珠宝堆积成衫 14个大小不易的足尽手镯 被红绳穿成一串也是十分壮观 何昌银手上的高宫一针镯子又粗又大 单单就这一个镯子就完成其他所有人的嫁妆 看完何昌银的装扮 再来看何昌银出价时所佩戴的饰品 一比较就显得低调很多 何昌银是在何银生在世的时候举办的 所以他所得到的嫁妆也是很丰厚 价值超过14亿 是南方给出的500万匹里的近300倍 可以说这样的婚礼就只能是用毫无人性来形容了